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乘客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记录普通人的情感传奇 欢迎拨打一封详志卖油寻情热线0731-848-02110 我是主持人王燕,欢迎扫完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都市频道的微信号 近几年来,熊凡总是反复做着同一个梦 梦里她小时候,母亲为她洗菜做饭,她在田里跟小鸭子玩耍 可是每每梦醒,她总是孤身一人 原来,13年前,母亲突然离家出走,杳无音信 那么1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熊凡的母亲王慧君为何突然抛下丈夫和年幼的孩子,不辞而别呢? 儿子朝思暮想的母亲,如今身在何处? 照片上这个人是你,妈妈吗? 对,是的 你有多久没看到她了? 14年了 14年? 对 那个时候你多大呀,她走的时候? 8岁 8岁? 对 那当时她走的时候,你在场吗? 不在 你去哪里了? 去江西了,姑姑家 熊凡今年21岁,她身材销瘦,捧着父母的结婚照看了一遍又一遍 13年前的那个夏天,母亲王慧君突然带走所有行李,不辞而别 留下的唯有这本破旧的结婚证和上面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 多年之前,王慧君为何抛下丈夫和年幼的孩子独自离开呢? 我记得最新的都是,那一次放学回来,煮晚饭 没有煮好菜,然后家里有只鸭子,我叫我妈妈杀给我吃 她不给,然后我自己就拿着把刀,抓着那个鸭子 一刀就把那个鸭脖子给砍掉了 然后她就没办法就把那个鸭的内脏租给我吃 然后把它给鸭肉就炖好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吗? 对,这是真实的 所以你梦里梦到也是以前的跟你妈妈的想过一遍 对 母亲离开后,熊凡总是会梦到曾经和母亲的点点滴滴 梦里自己还是个淘气的小男孩 母亲伴他左右,两人欢声笑语 可每每梦醒时分,除了自己,房间里空无一人 脸上的欢乐也逐渐变成了失落 那么,1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在外面打工啊 你在哪里打工啊? 在江西 那是什么时候才知道她走了的呢? 什么时候她今天,她打个平衡今天走了 就是,后来我哥哥他们对我说叫我跨地回家 这个皮肤有黑,两边斑白的男人 就是熊凡的父亲熊建成 他回忆,当年妻子离家时 他在江西打工 母亲带着孙子在外地走亲戚 家中只剩妻子王慧君独自一人 那么熊建成为何会认为是娘家人接走了妻子呢? 这时,一位妇人走来,表示自己是唯一的见证人 我就和她做的,她要不是我们的 而是要修院呢,她叫你一个水标 挖一个简讯,吃的简讯 她不是我们的做 我就看她的样子呢 就好像有一点不大多简单 我就夸得大点,各司公楼干 我说,你那的时候啊,我叫你那里有五个人 看,后来会再走的 我就,我楼干就六十个会的 被你的老乡还没管得到九里就打走了 哦,等于说,您亲眼看着那个弟媳妇被带走的 对,被娘家人带走的 被娘家人带走的 十三年前,对于王慧君不辞而别一事 熊建成的嫂子是唯一的见证人 她说,当年王慧君娘家来了五个人 她们怒气冲冲的来到熊家 将王慧君的衣物打包之后 就带着她匆匆离去 此后再未回来 那么王慧君的娘家人为何要拆散这个完整的家庭呢 后来,被她娘家再走了 我去接她的时候 到她家里了 到她家里了? 她是在街路面 你接,接得不来吗?当时接过来吗? 接不过来,敢不就接不过来 是什么原因?她自己不愿意吗? 不是,她自己问,她撑着我的手 免得跟我过来 是她爸爸妈妈,她姑妈,她救救他们 我说她过来 她就搬到她的手 不说她过来 熊建成告诉记者 当年,当他得知妻子被娘家人接走后 立马赶到妻子娘家 但娘家人态度坚决 禁止王慧君再回夫家 可是夫妻结婚十一年 并且生育了一个儿子 为何王家人要拆散这个家庭 十三年,与熊家毫无联系 逼迫一个母亲放弃这唯一的儿子呢? 临行前,儿子熊凡去房间 准备了一份送给母亲的礼物 这是你的照片? 对 那时候你妈妈也在吗? 不是 已经走了 对 为什么从来这张照片给你们了吗? 因为我妈妈做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个 这是唯一的照片? 对 从去后再也没开过 对 当时拍摄的照片是为了什么? 为了以前说 我姑妈家造访的嘛 在那边都是 但是我来的时候 他就拍个照片 想记念一下 熊凡从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 翻出他唯一的照片 照片中 是他在儿时 跟奶奶一起在姑妈房前拍的 他希望母亲能够像儿时一般 伴他左右 那么熊凡能否跟母亲相认 多年缺位的亲情能否重逢 我们踏上了开往怀化续谱的寻亲之路 是你写的什么? 新的 写给你妈妈的吗? 对 是什么内容? 要读出来 大概是讲的什么? 大概就是我想她的 然后跟她在一起做的事情 就是八岁以前跟她做过的 一起的一些回忆 对 你都记得很清楚 都写在上面 你是怕你妈妈忘了吗? 对 十三年的音信全无 多年的母爱缺位 熊凡从天真志气的孩童 变成了性格内向 内心敏感的少年 她担心母亲会对自己遗忘 她希望用曾经的回忆 换回母亲的记忆 作为母亲 难道真的会忘记自己的孩子吗? 寻寻觅觅觅觅十三年 这次她们母子能否团聚呢? 这里父亲的人知不知道 你之前来是在这个村子吗? 是这附近吗? 因为这个父亲是在这个村子里面嘛 你看这些旁边的建筑很熟悉吗? 旁边的这些民房 一直还蛮这么好啊 这有一些变化是吧? 有些变化 一直蛮这么好很苦的 她们大概 她们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很暗暗的 金老院 卖有多大 她们住在金老院里面? 是啊 她们之前的 一直是住金老院的吗? 是啊 她一直住在金老院 卖家金老院 她大老的女儿 在金老院 当我们根据导航 来到淮华市旭浦县大潭村时 雄建城却对窗外的环境十分陌生 土堆房变成了楼房 泥路铺上了水泥 十多年的时间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样貌 更足以改变一个环境 经过多方打听 我们终于找到了大潭村的养老院 这两层是吧? 嗯 人就一层 人家都在这里 这是大潭村唯一的一所敬老院 这是大潭村唯一的一所敬老院 因为王慧君是家中唯一的女儿 家中并没有一个年轻的男子修建房屋 所以王慧君及父母 一直住在这所敬老院里 如今过去十三年 他们是否仍旧住在这里呢? 这时我们找到静老院的一位老人 询问情况 请问这边有一个叫王慧君的女人吗? 我那个 王慧君 王慧君在这里 有?她在这里吗? 她在这里 她不在这里啊? 嗯 爸妈叫什么? 王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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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慧君她 我去到女儿到这儿去了 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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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是她家吗 还是哪里啊? 家她在这里 那她老婆呢? 她老婆 我这公子不在了 住在静老院的一位老人告诉我们 早在前年 王慧君的父亲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 王慧君和她的母亲就搬走了 可是王慧君没有赚钱能力 她的母亲年事已高 两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会去哪里呢? 静老院的邻居们 又是否有她们的消息呢? 当地的另外一位老者告诉我们 早在十年前 王慧君就嫁到了隔壁的延湾村 现在王家唯一的男人过世 所以王慧君母女俩都住在了夫家 听到这个消息 雄凡感到一阵茫然 难道母亲真的已经放下曾经的家庭 割舍掉亲情 重新开始生活了吗? 相隔十三年的寻亲之路 最终能否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994年熊剑成和王慧君结婚 1997年他们生下了唯一的儿子熊帆 为了赚钱养家 熊剑成一直在江西打工 留下了家中的妻儿和年迈的母亲 直到2005年 王慧君的父母将女儿接走 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可是结婚十一年 孩子还未成年 王慧君和娘家人怎么会突然抛夫妻子离开呢? 如今经过多方的大厅 我们了解到王慧君已经改嫁他人 那么熊帆心心念念的母亲能否相认 王慧君又是否愿意跟儿子回家呢? 我上中学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了 他们也跟我说个实话 说你妈被你外婆接走了 应该是不回来了 我已经不说什么也没说话 我一个人就走开了嘛 然后到中学 到了一段学习也不想搞了 走到初二我就没路了 我就想着努力赚钱 把条件搞好了 就是自己个人去看的 或者叫了些直到路的 叫了帮忙就带我去 母亲离开之后的第六年 熊凡从父亲口中得知真相 因为家境贫困 母亲不会再回来了 这个消息对14岁的熊凡 无疑是当头一棒 初中还没念完 他就辍学外出打工赚钱 当初的土堆房 已经建成三层的楼房 当条件脱贫时 寻亲之路 却不知该从何走起 我没有拿到任何的联系方式 有想过跟他们联系的联系吗 有 那个时候他们刚走的时候 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什么的 只有写信 写信 那时候我也想不知道怎么寄 也不知道说 寄到哪里去 写过 写过 一想到我就会写 但是写完之后 我又会把它给撕了 因为我放那里也没用 放那里我把它撕掉 然后 我想到我又可以重新写 熊凡嘴角抽搐 回忆过往 自从母亲离开之后 熊凡想过 要与之联系 但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手机 只能通过写信相互沟通 但年少的熊凡 从未去过外公婆家 他不知该既往何处 每次提笔都充满希望 落笔 愿望却都化作泡沫 八岁 在那个懵懂充满欢笑的年纪 熊凡却要承受同龄人 无法忍受的痛苦 在本该被父母保护的时候 他却独身一人 怨父他乡 早早地担负起生活的重担 生长在这个不完整的家庭 使他性格内向孤僻 寡言少语 如今打听到母亲的消息 可他却已经改嫁他人 刚燃起的希望 又被泼上冰水 我现在应该是 或者说结婚了吧 或者说 给我一个弟弟妹妹 上的那天 才想的 对 如果你妈妈重新结婚了 有弟弟妹妹了 你会不开心吗 不会 因为他在本来有更好的生活 那我可以祝福他 然后说 刚才是跟不跟我回来 那靠了自愿 因为我不想那些 那些弟弟妹妹或者跟我一样 朋友就没有母亲了 自从得知母亲已经改嫁 熊凡一直有些闷闷不乐 他想跟母亲重逢 希望用后半辈子 来填补曾经缺席的亲情 可他又担心母亲有了其他儿女 善良的熊凡 不愿弟弟妹妹 也遭受没有母亲的痛苦 为了重逢这一刻 他付出太多 熊凡带我们来到新家楼上 熊家的新房去年完工 一共有三层 每层都有三个房间 熊凡心思细腻考虑周全 为了迎接母亲的到来 他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甚至在长沙 自己工作地点周边 都找寻了租房信息 那么熊凡的心愿能否实现呢 他跟母亲能否成功相认 我们找到了淮华市旭浦县 延湾村 王惠君的住址 经过多方打听 我们得知 王惠君住在旭浦县 延湾村的一个土砖房里 几分钟后 在围栏的那头 我们看到一个穿着条纹上衣的中年妇女 目不转睛地看着熊凡父子 她是否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呢 你看看我了 你还记不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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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吗 他是你儿子 他是你儿子 你不记得吗 他是我儿子 嗯 没有 你认识他不 他是你儿子 你认识他 你认识他 你小时候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谁聊呀 你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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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他吗 你还不认识我 他你也不认识啊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吗 这不是你儿子 小时候 这是你妈妈 你记起来 妈妈的记起来 对对 这个扎着马尾 身材矮小的中年妇女 就是王慧君 可是 见到熊健成和熊凡 他却一脸茫然 表示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两个男人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眼前的王慧君 并不是熊凡失散多年的母亲吗 这其中 到底哪里出现了差错 你认识他不 不是我妈妈 不是我认识他 不认识他 你都不记得了 不是我儿子 是啊 你知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 你知不知道你还有个儿子 你不认识他 他就这么高了嘛 他又 他为了小时候 他为了小时候 不是你不认识他吗 他你不认识 我认识得了 你之前是不是有结过一次婚 是结过婚是吧 了不起的了 把结婚知道 他说 这个没人 这是你吗 你 我哪里给我结过婚的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你 你这个人 我来 这个人是不是你 不认识他 不认识 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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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儿子 对对对 看到母亲陌生的眼神 凶烦彻底丧气了 他蹲在一旁 默不作声地流着眼泪 几分钟之后 王慧君承认自己是结过婚 生过一个儿子 可他却对曾经的丈夫 毫无印象 这是怎么回事 在王慧君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是你儿子 他咱得 是吗 他不行啊 他不行啊 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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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来 接一接啊 我亲亲妈妈啊 我妈来 接一接 你还记得他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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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什么 你儿子你记不记得他 你要声音大一点 他也有点听不清 儿子听不清 我说你儿子 你记不记得他 绝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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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的也学不得 没有联系方式 当雄建成走到妻子面前时 王慧君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 当认出照片中的那个孩子时 王慧君拉着儿子的手 快步走进屋内 完全忽视了丈夫的存在 这一系列奇怪的举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何王慧君想起了儿子彭凡 却不记得丈夫彭建成了呢 他有问题 你说他是因为脑子有问题 所以不记得你了 是啊 他脑子有问题不大成名 他有故事不记得心中来了 妈他怎么不记得 儿子不记得你了 那天在 你有你儿子照片是吧 是哪个小时代的吗 这是你儿子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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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这件点好想你的了 他给你写信你收到过没有 他给你写过信 他给你写信 你会写别的 王慧君从房间的床头下 拿出一张熊凡四岁时的照片 当年他离开熊家时 不光带走了自己的行李 还拿走了那时儿子唯一的照片 这么多年 照片一直伴随着他 王慧君从未停止过对儿子的思念 既然如此 为何王慧君不回夫家跟儿子相聚呢 他又怎会对丈夫毫无记忆呢 王慧君敲声告诉记者 他认得熊建成就是他的丈夫 现在见面却不愿相认 是因为丈夫熊建成脾气暴躁 曾经的不辞而别 也不是被娘家人所破 而是丈夫总是对他实施暴力 王慧君在熊家的那十多年 发生了什么 究竟是怎样的生活 使他忍痛舍弃年幼的儿子呢 如果说我没赶钱 没有没怎么样 我就不会来扶着 没有一分钱给你 没有一天可以给我 但是现在有钱了 我要通钱我不要了 你不要了 你必须不要了 你必须不要了 你必须好啊 你必须要不要钱 我必须要不要钱 我必须要不要 明天我上来的鸡 我上来的鸡 我上来的鸡 回忆曾经的生活 王慧君情绪有些激动 他说因为自己娘家条件不好 除了年迈的父亲 家中没有一个男人 所以他在傅家完全没有地位 虽然熊家贫困 但唯独他衣不避体 食不管福 不管儿子和丈夫如何劝说 他都不愿再回熊家 他死了见你啊 你把钱啊 他不学儿子过去了 他要那子大姐的 他是来见你啊 我要爱子都给他说了 他是来见你啊 哦 您等于说你不愿意再跟他继续过日子了 是吧 我不去了啊 不去了 但是想要儿子在你身边 在我身边 给我们说了 是因为你以前老公对你不好 是不是 怎么嘛 他都给你打人嘛 他鬼都没打嘛 鬼都没打嘛 你说他妈妈是吧 嗯 他 他还要他妈妈 我还是跟他过儿子 还是两次都见 他就帮你帮你帮你打 他帮妈妈一起打你 帮妈妈打我了 丈夫的大男子主义 和暴躁的脾气 让王惠君 对那个温馨的港湾产生恐惧 得知母亲曾经离家出走的真实原因 熊凡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这么多年 他才是唯一被蒙在鼓里的人 他点上了一根香烟 努力保持平静 两脚熊凡拿出了写给母亲的信 亲爱的妈妈 你好吗 你在哪儿像还好吗 转眼间 转眼间就好几年了 我好几年没有见过您了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您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 我也不知道 您也不知道我变成了什么模样 走在大街上 我们擦肩而过 是否还能够认得彼此 这位真是把杀猪刀 刀刀吹人脑 一眨眼儿子都不如青年了 对了 你说得不赖 嘴巴也是 白发一人都长出来了吧 听到母亲坚决不回熊家的答案 熊凡敏感的内心再一次颤抖了 她小心翼翼地表达着 这多年来对母亲的牵挂 抽气着回忆儿时跟母亲的点点滴滴 食材 收到骨 小手拉大手 这一切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对于今后的生活 王慧君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边怎么了 那边那个妹子 那边那个妹子 她这么说的 她说我儿子这么大了 那边有一个妹子 谁要走的那边那个妹子 她这么说的 给她 你担心你儿子的以后成家的大事是吧 嗯 你觉得你儿子现在应该要结婚了是吗 这儿子有独立 哦 对 儿子从稚气的孩童 长成了帅气的大人 王慧君也步入了天命之年 作为母亲 她因为曾经的胆小和懦弱 抛下了唯一的孩子 十三年后终于重聚 她希望用给儿子相亲的方式 将她留在身边 两久 王慧君的丈夫 从厨房端出饭菜 递给熊帆 给你妈多加点肉 啥来 看她瘦了 算 她也不吃肥肉 谢谢 谢谢 你还记得她不是肥肉 她也不吃肥肉 我也不吃肥肉 你吃饭呗 谢谢 可以 这是长大后 熊帆与母亲吃的第一顿饭 王慧君是个老实本分的妇人 熊帆是个内向寡言的青年 虽然母子俩没有过多的交流 但行动证明着他们心系彼此 尽管多年不见 但妈妈的味道早已深刻心中 王慧君出生在淮化去浦县大潭村 心思单纯的他 只想找个疼他的丈夫共度一生 但远家楼底双丰后 婆婆对他并不好 再加上丈夫从来都是站在自己母亲那边 一怒之下 他抛开一切 离开了熊家 这一走就是十三年 这些年 他想跟儿子相认 但不会坐车 不敢面对曾经的噩梦 他迟迟没能和儿子见面 如今熊帆见到了魂牵梦绕的母亲 他迫不及待想接他回家 可是王慧君却说 已经跟熊建成离婚了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 熊帆能否如愿将阔别重逢的母亲 接回家中 你现在是想跟你 跟他爸爸离婚吗 他离婚吗 在这里 在这边法院判决了 你在这边法院判决离婚了 你是什么时候判决离婚的 什么时候 哪一年 我这年 哪一年他去 你哪一年他回家去 我这些兄弟吧 我这些兄弟 我这些兄弟 是你这些兄弟吧 他竟然说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 他说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跟熊建成判决离婚 听到这个消息 熊帆将头埋得更深了 可是王慧君离开十三年 熊建成从未与之见面 他们又是如何离婚的呢 熊帆对父母离婚的事情 又是否知情呢 不知道你爸妈已经离婚了是吧 他没有天见过了怎么离婚 没有天见过 他说应该说法院通知你了 你没去啊 讲不可来嘛 我意思嘛 你回家他们哪里有雕草啊 不可来嘛 我一路说一下 他贪正了 我不可来不来嘛 但是他们这边村民都知道啊 他们都知道说当时通知你了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消息 熊帆一阵迷茫 千言万语 对母亲的思念突然如梗在喉 那么王慧君所言究竟是真是假 他和熊建成的婚姻关系 真的成为了过去世 还是为了不再重返熊家而找的托词呢 王慧君的母亲表明他曾经见证了女儿的离婚过程 判决离婚 判决离婚 嗯 排除离婚 嗯 当时他没有来法院 嗯 排除了法院的 嗯 但是我们家里法院的 嗯 但是传票发给他了他没来 我们来 离婚 排除了我们的厨师嘛 有 在哪里 在厨师 我们都要排除过个 你咋夺 你咋夺 就在这个牌子上学过来 你我排除过来是女儿的 学生年了啊 我不来 王慧君的母亲告诉我们 十多年前 女儿两次上法院状告离婚 但熊建成却始终缺席 在第二次状告离婚后 法院判决了离婚 但由于已经过去十多年 再加上搬家的缘故 相关资料早已丢失 这时 王慧君的现任丈夫回到家中 他们已经离婚了是吗 他们已经离婚了 您是有看到那个 他们不离婚 我讲过过去 就是 现在他老公 他前夫 然后他儿子过来找他 那你们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的 我也没所谓 他们一直想把他接回去 不是 坐坐 那你喜不希望他留下来呢 现在你结婚也怎么办 不一定的事啊 你还是舍不得话啊 你看 2008年12月 王慧君与舒简平领取了结婚证 结婚十多年 虽然没有孩子 但夫妻俩却一直其乐融融 彼此也早已习惯了相互的陪伴 一边是相濡以沫的丈夫 一边是失散多年日思夜想的儿子 王慧君到底会如何抉择 看到母亲迟迟难以抉择 雄凡决定先回酒店等待 那还是一份风吹不乐的样子呢 因为我最终的幸运还是没有达成吧 我最终的幸运是想把他寄回家 听到您就说 让自己说 他这边过得很好 但是我看到那个家里嘛 没有我想着那么那么满意 就这样的条件还是比较贫困 还是觉得他可能过得不会 如现在你们家那边那么好 对 所以希望能接他过去过好日子的时候 对 虽然雄凡缺失了十三年的母爱 但是成熟的他 更心疼母亲这大半辈子的遭遇 从曾经的吃不饱穿不暖 到如今窝居在不到六十平的土砖房里 在得知王慧君只有他一个孩子后 熊凡希望母亲能够跟他回家 那么他又能否名正言顺地将母亲接回去呢 他喜欢吃什么水果 苹果 他喜欢吃苹果 对 以前 高二爷也吃绝酸 以前就是这样的是吧 对啊 你们这个芝麻不要好 在农村里洗一块吃一块 这个是三块 三十一斗 六块 三十七 要是平常是你们自己的话 你们舍得买 我们人家不会忙了 我平常自己是舍不得花那么多钱的 我小得 你呢 我也很少吃水果 熊健成父子俩都体验过艰苦贫穷的生活 尽管现在条件好了 但对待自己他仍旧很节俭 唯独为了母亲 熊凡丝毫不吝啬 他们虽然失散十三年 但这份亲情丝毫没有削减 那么熊凡最终能否如愿与母亲共同生活 这份迟来的感情能否有个美满的结果 他想过来看看你 他想过来看看你 你儿子 想再看看你 舍不得你 他舍不得你 十几年没见了 他想看看你 给你买了水果 我现在家里条件也好了 房子也绕好了 你愿意跟我过去吗 我不想过去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不想过去你总的有个原因吧 你儿子希望你给他一个原因 你为什么不想过去 你不想过去 你只是在这里 离别十三年 熊凡积压了太多的思念 为了接母亲回家 他发奋赚钱 现在的他 在长沙的工地上当挖掘机司机 每月有六千多的工资 他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 能够由母亲作伴 但是现实却事与愿违 已经发生的事实 我们无法改变 那么熊凡父子 能否做出退步呢 周围的邻居 也闻讯来到王慧君家中 我们弟弟也是房子 给我们去的 这边也有房子了 这边老公对他相当好的 这边老公也是房子了 不是 他这边老公对他相当好 他要什么买什么 反正钱都是他 钱他当家 钱全部给他 对 他想怎么花怎么花 对 一不干什么活 就在这里煮一下饭 他老公对他最好了 就过得很清潔 就我们天里 很多人都羡慕他的 王慧君是个憨厚朴实的农村妇女 在他的人生信条里 生活不用大富大贵 只要简单快乐 就心满意足 如今的她 已经年过半百 她不愿再回到 曾经担惊受怕的生活 也不敢跟儿子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 她只想安稳地度过后半生 看到母亲态度坚决 雄凡决定 跟继父舒简平谈谈 都说这时候我是来接我妈回去的 你怎么看呢 她是不肯定 你不同意啊 她是不肯定 为什么呢 你等着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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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她肯定回去 她肯定回去 我过去就不会回来 对啊 你说不同意 不同意来跟我过去 为什么呢 这话也不好讲 这也是什么不好讲的 我也不会讲什么话 我跟这两个人 好像关系太好了 关系很好 感情很深 对 雄凡试探性的学问继父 舒简平对母亲的态度 舒简平坦言 这是她的头昏 结婚十年 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但她们夫妻俩感情很深 她们都是简单 而又真挚的人 当她们不再年轻 对待这份感情 都格外珍重 那么 雄凡是否会祝福母亲 重新开始生活呢 你确定能照个好吗 让她每天会员心仪呢 她算没电话 我们从里没打过她 从里没忙她 用钱真倒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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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摩头 这一摩头 就是这钱 你全都给她 你妈我再开心 我们在民事发工资 她全都给她 那行吗 已经这样做了的话 那就 我就再跟你说这话吧 因为我说 麻烦你照顾好我嘛 让她过得开心点 过得快乐一点 那肯定是快乐 觉得说 有点小毛病 就是动手打人骂的什么的 我从里没打过 这件事情 如果让我知道 真的没有了 你会问她吗 那你就没这么好过 你会问她吗 你会问你我自己 问你我自己 当母亲渐渐老去 当儿子长大成人 熊凡伸出了自己坚硬的臂膀 当亲情重逢 遍体鳞伤的心灵 得到安抚时 她本可以自私地要求母亲 弥补她童年缺失的母爱 但善良的熊凡 选择的是给母亲一个 自由快乐的晚年 你别走 我先走了 吃白饭再走好了 那不走 我要白饭再走 你赚钱 我先正忙着赚钱 给他妈过好日子 我又走了 我先当时连到这里 不得好开心 我好生命的名 是不是 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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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准备离去时 王慧君拉着儿子的手 不愿松开 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 无论何时 都无人能取代 同样在儿子心里 让母亲安详晚年 是他今后都会为之奋斗的目标 虽然相聚的时间很短 但在今后的生命里 母亲与儿子都不会缺席 彼此都将是对方心中最温暖的存在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 曾经熊凡是个稚嫩天真的孩童 母亲守在他身边无微不至 现在他长大成高大帅气的小伙子 而母亲也有了自己不愿割舍的新生活 十三年太长 童年缺席母爱的熊凡 变得沉默寡言 不善言辞 十三年又很短 尽管许久未见 但在母子心中 骨肉相连的亲情和这一份思念从未消减 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希望王慧君能够放下曾经的伤痛 熊凡也不要因为缺乏母爱 而对其他亲人心存芥蒂 将来的生活仍需继续 但愿熊建成和王慧君各自安好 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 在儿子的生命中 王慧君不会再缺胃 这一份血浓于水的亲情 将伴他们幸福的度过余生 欢迎回到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那今天的寻情故事就给您讲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拨打一封祥芝麻油 《寻情热线》 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由陈克明面条冠名播出的《寻情记》 是否这份情还依旧 笑与泪有没有缘由 爱与恨有没有尽头 情依无价值 爱无虚理由 寻找一个渡口 寻找一个渡口 把自己收留